不同意全面停工体检 但要捷运局开记者会说明原因 坦坦出晚间恢复通车 高杰初步研判应该是前途机经过 土质生动才会造成崩塌 高杰五天来连塌两次 工程安全备受质疑 已经造成市民严重恐慌 Q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为什么高杰会一塌再塌呢 立委目前高度怀疑 这是因为日商前田营造 没有按照规范来施工 甚至连设计图都没有完成旧施工 立委痛批 捷运局难辞其咎 地址稳定水文资料完整的欧气工地 竟然发生高杰开工来最严重的坍塌 立委质疑问题就出在日商前田营造 草菅人命不宜规范施工 中正路的地下道集水井 应该要实施二次灌浆 但是承包商竟然可以明明白白的 向整个西山顾问公司 向高雄捷运局来说 他不打算施作 然后我们的高雄市捷运局 竟然也没有能力来约束 这个日商前田 罗世雄强调 西山顾问公司打从去年六月起 就条列出营造商的种种缺失 包括隧道环片破损漏碎 为了赶工设计图环境评估都没完成就施工 但是11月9号最后一次的报告中 竟然表示零缺失 我们会高度发疑日商前田的心态 是不是连他自己所做的这一次的联络通道的集水井 是不是他该做的灌浆也没有做 才造成了这一次的崩塌 内委认为顾问公司及捷运局重容日商 才会造成这次的坍塌意外 不过高杰公司说所有的缺失都已改善 高杰也强调日商前田已派出50名专业人员抵台 全力投入坍塌抢救行动 TBS新闻朱一荣SNG小组高雄报道 高雄捷运一塌再塌 也让民众的信心跟着崩盘 去年在三个月之内捷运就连塌了四次 而现在又连环塌陷 让附近的民众直呼 捷运难道真的是他们的结束吗 去年5月29号深夜11点 高雄捷运工地严城普站 像地震一样摇晃长达30秒 工地变成物理洞一般 不断向下塌陷 还向两旁扩散 眼看附近民宅岌岌岌可危 上百名住户没命寺的攀爬铁窗逃命 6月20号类似的意外再次上沿 地点在博爱路同盟路口的工地 幸好坍塌范围不大 也没有波及周边道路 但是不到一个月 7月15号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 中山路巴德路口的车站又塌了 连贯江基距也陷了下去 两线快车道岌岌可危 紧急封闭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 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再度发生 同年8月9号的坍塌意外 距离5月29号的意外现场只有一站 同样发生在海埔新生地 而今年先是在局限的 欧七欧八车站间 发生了大规模的坍塌 没几天红局交叉的这个最大车站也塌了个大洞 民众的信心已经破产 一次又一次的塌陷承诺一再跳票 高雄捷运意外连连 两间零一年动工到现在 高雄市民饱受塞车之苦 还要担心工程意外的不定时炸弹 对于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吕副总统今天才亲自到高捷工地视察 还公开道歉 没想到他前脚一走 高捷又塌了 而因为这个肝眼症复发 吕副总统今天呢 就是这个模样 靠着右眼撑着 从南跑到美 相对于这个存总统最近都没有声音 寻后的吕副总统越来越活跃 肝眼症复发 害得吕副总统变成这个样子 左眼盖着纱布 要视察高捷的坍塌工地 只能靠着右眼硬撑着 刚好不巧 这几天我的眼睛 这个眼角磨 左右两眼都已经破损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 最重要的是代表政府也好 来跟我们高雄市民 表达最深的歉意 眼睛眼睛不舒服 吕副总统代替总统 亲自南下高雄致歉 下午又赶紧杀回台北 接见人权咨询委员会 比较反恐的是 民进党执政以后 几乎就忘掉 或者至少没有 对高雄市政有特殊的纪念活动 从南拼到北 李副总统真是忙坏了 瞬间民进党代理主席 表务工作更是马不停蹄 除了已经视察过党中央 礼拜天还要宴请中常委 各派系要脚听取意见 下周一要和政策会开会 下周二也安排了和党籍立委参序 为了兼顾总统府跟党中央的工作 李副总统拼到眼睛都睁不开了 在总统低调不现身的情况下 吕秀连成了此刻 民进党最活跃的政治人物 TBP新闻综合报道 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败选后的第八天 陈总统终于现身了 而他付出的时间和地点都有玄机 在美丽岛事件26周年纪念日的今天 陈总统是来到一路 提醒他的民进党大佬 黄信介的坟前 他反省 也遥想当年美丽岛的精神 希望黄信介在天上指引他 走过荒叶曼草 走过败选阴霾 选后第八天 陈总终于现身了 带了几分闭关后的省思 移不出笑容 总统只摇记民进党大佬 性感性 碾香 致意 特别回到这里 这个原点重新出发 其实别具意义 陈总统也希望 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我们黄前主席的林前 来做一番省思 做一番检讨 那反省自己 过去在这些理念上 是不是有做得不足 做得不够的地方 那也在这个地方 来做一些思考 那也期待 这个黄前主席 在天之灵 能够给他指引 前天前 民进党空前挫败 总统没有道歉 向同志说的是 做不好他会检讨 只是很巧的是 性感性的目前 这个象征 绿色民进党 永续执政的台湾流离 在选前突然损坏了 巧合 总统巧合 也让总统忍不住 向性感性的后代 意图慢慢感慨 毕竟这几天 层层压力 真的很难熬 总统你受了 真的从原点 能够找回 民进党核心价值吗 总统只希望 在重出江湖 有了性感性的帮助 他能稳稳地走下去 TBS新闻 杨玉珊 林尚平 SNU小组 开得到吧 今天不必上课 却有上万名的老师 走上街头 为的还是18% 而这些老师们 是痛批 陈雪扁总统 性无能 不过这个性 是指的是 陈姓的性 而另外呢 今天因为有位老伯伯 他情绪太激动了 差一点休克 三颗巨大的黑色气球 在群众间传来传去 上面写着抹黑 仇恨撕裂 退休教师 抗议遭到无名化 接力要把黑球 丢进总统府前的广场 不料这个时候 一名老先生 却因为太过激动 差点休克 要来 要来 好 伯伯好 要来 伯伯 伯伯 上来 伯伯 好 尽管嘴唇已经三子 看起来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名老先生 还是不断地高喊下台 不满政府删减退休军公教 人员18%优惠存款额度 上万老师上街抗议 他已经年过半百 这群退休教师 勇敢走上街头 要问政府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 TVB的新闻 综合报道 Your wish is her command I want her to be my host Your desire is her fantasy You can have us both 上万名的游行教师 才刚到凯拉格兰大道 这台小货车就边按喇叭 边往人群里冲 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这名男子一下车 就跟警方发生冲突 投返为黄 急去激动 操台语口音的中年男子 一直企图打开后车厢 却遭到警方制止 这时参加游行的民众 也加入混战 甚至有人从后方踹了一脚 立刻被警方驾铃 我告诉你啦 要死 我告诉你啦 我告诉你啦 你坐下 我还要坐起 我还要坐起 我给你开 男子口中念念有词 到底带了什么宝贝 来抗议飞打开车厢不可 结果重回现场 赫然发现是一具棺材 把大家吓了一跳 不过这时又有一名男子高举大旗 也来凑热闹 民进党旗加五星旗诉求为何没人知道 不过老师向街头 似乎大家都想凑热闹 TVP的新闻 罗顺民范文青 台北报导 好 曾经为人施表 这样的行为真的令人非常的吃惊 而他其实是一名抗议常客 而他确实呢 可能曾经在台北线的中和某个国中 当过李化老师 他说车上的棺材就是他睡觉的地方 冲撞游行队伍 为的是要抗议司法迫害 这个白发苍苍的男子 就是开着棺材货车 冲进教师游行的人 被带回警局 手上还是握着白布条 他叫黄明生 今年65岁 警察说他可是个抗议常客 一天到晚就开着货车四处抗议 说他遭到司法迫害 这部就是他的货车 上面就摆着一具棺材 除了白布条 还有一条棉被 棺材用来做什么 说起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说那是他睡觉的地方 祖籍是云林斗南的黄明生 民国83年之前 可是在中和的一所国中 担任李化老师 之后疑似因为触犯公共危险罪 遭到移送 便认为司法不公 开始到处抗议 如今因为开车网游行人群冲撞 不管是以教师身份插花声援 还是前来搅局 都已经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 前科恐怕又多一条 TV新闻庄旗媛 袁周信仪台北报导 好 除了凯18% 国库还会有最新的进账 立法院昨天三读 通过最低税负制 这堪称是台湾近年来 最大的加税法案 如果您的年所得超过600万 将会被课征10%到12%的税率 而另外您的海外所得 也会一并纳入 预估会有15000人受到影响 台湾历年来最大的加税法案 最低税负制三度通过 法案明定个人年收入在600万以上 一律缴税20% 海外所得也同步纳入 预估有15000人受到影响 一般小老百姓客不到 但是老板级的人物 听到并不是很高兴 电子业因为每年的分红配股 超过面额的差额 也要纳入个人所得 让科技新贵 企业的跳脚 除了个人所得 企业也难逃 国库要求魔杖 只要年收入超过200万 政府就会开增10%到12%的税率 大概有5000家的厂商负担变重 不过因此每年增加110亿的税收 最低收布置在三度通过之后 财政部下阶段要挑战的是 调涨营业税 TVB新闻 纵责报